来 进来 经理 太太 您找谁 我找经理 我就是经理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经理啊 我是 吕寒之马 吕寒之 他怎么了最近没来上班 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你知道吗 我们家吕寒之他病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回来上班 病了 什么病啊 严不严重 当然是严重啊 我跟你讲啊 医生都让他住院了 可是你也知道的 现在住医院多贵啊 所以我今天过来 是想问问经理 看能不能先预支一点薪水 给我们家吕寒之啊 那这样的话 我可以陪他去医院看病了呀 你放心 经理 等他病好了 我让他把钱都还给你 好吧 可以 您需要多少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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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美 美美 快点 跟妈一起去找新房子去 来 我们哪有什么钱找新房子啊 哪 我们现在有钱了 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好一点的房子住了 这个破亭子间 我这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走吧 妈 你哪来的钱 我 我是问我以前 一起打麻将的小姐妹 借的呀 借的 你不是说 你那些小姐妹 在我们家出事之后 就不来往了吗 他们怎么可能 借钱给你啊 再说了 妈妈 借钱是要还的 我们哪有钱 还给人家 不行 你就把钱还了 我不去的 妈 好不容易 拉下面皮 给人家借来的钱 你凭什么还给人家呀 那小的妈 我们有了这笔钱 就不用在这里 过苦日子了呀 妈 您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 这些现在 妈 把钱给我 妈 你要是真为你女儿好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 这也不说话 我不是韩经理想要的那种人 你们的任务 我也没有做好 这个钱 我不能要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你不去公司上班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可是现在 我们有个新任务 只有你能完整 所以我才过来找你 可是我真的做不到 你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到现在为止 只要我想起 无可被打爆的头 我还是会做噩梦 我没有那种天赋 你转告韩经理 再去找别人吧 你 组长这次可真是看走眼了 哦 对了 你不知道吧 新任务跟高尘有关 他现在 好像是韩元的新主人 吕寒之万万没有想到 韩元竟然落入了高尘之手 他终于明白 高尘为什么一直出现在 父亲和自己的周围 原来 他根本就是个趁火打劫的 无耻之徒 刘萌 我不会放过你的 看什么呀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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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阿姨